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接下来的全国都票欢迎收看今天的金钱到 那当然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机会又来了 因为这个行情开始做一个震荡 那今天的震荡跟过去几次有个最大不同在于什么地方 等等我们知不知道 那有人就说老师我知道 今天是开高震荡压低盘中杀盘 然后呢追高的期货多单 今天早上一定是先嘎空单再杀多单 这就是指数型的解法 那坦白说这个播报跟这个分析以及预测 它是不太一样的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你去回顾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对你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重点在于未来明天后天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赚得到钱 那你如果希望在明天或后天拿到一笔钱 那你今天必须做什么动作 这才是我们要去做所谓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盘式 那盘式我们当然看到这个大盘 好 这个稍后 稍后我们在 我们用电脑 我们用这个来 字卡来看好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每一次的压回 它都会在这个地方越来越浅 那你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它的震荡过程当中 它就花了多少的时间 大概差不多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而且它回的这个幅度都比较长 对不对 那像这个地方 它一旦拉回它都会回到两三天 可是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 差别在哪边你知道 它当天就被人家拉起来了 有没有 尾盘是不是拉起来了 也就是说你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你拉回时间是越来越短 拉回时间不但越来越短 而且你拉回的幅度 相对来讲也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那我们举例来看 我们用这个大盘来做一个说明 那这很明显 你看 就我们这个逻辑来讲 从当时 这个压回的过程当中 回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那幅度大概回那么深 那再来它是回差不多两个月 再来只回一个月 那到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 才回两天呢 它的过程当中 下影线就被拉出来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这是属于一个 指数没有办法拉回太深 但是它的肋骨会在做新一个转换 那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 尾盘被收缴的这个下影线 是哪一些股票拉上来 那那个就是这一波主流了 投资朋友理解我的意思吗 那上个礼拜不是有一波主流吗 就是大型股啊 包括那个友达 他们这些拉出来嘛 对不对 这一波上来第一波台积电 那第二波就大力光 第三波就是友达 对不对 这个过程当中拉起来 我们说大型股每一波都会被外资表现一个单月30%的空间 你一定都找得到一档指标的代表股 那这一次很明显就友达 那上个礼拜我们说友达先把它出掉 资金转到今天来 那今天的重点在哪边 所以我结论直接下给各位 就是说 节奏要踩对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先把部分的资金就转换 今天已经开始在买股票 那这种情形下你才有办法做到 第一个周周20万 第二个月月200万 你的目标要明确 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操作才能够达成这个目标 对不对 那你是属于600万资金还是属于300万资金 先搞清楚这件事情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 下影线已经被拉出来了嘛 所以结论很简单 攻万点之前最后一次拉回的机会 务必把握了 攻万点之前最后一次的机会务必把握 那你看拉回的过程当中 第一天就被人家收脚了 收下影线 对不对 所以多头格局当中 每一次拉回都是下一波的起涨点 这当然这个原则是不变的 我们看一下字卡 每一次拉回都是下一波的起涨点 那今天的特征有几个 就是说第一个 上个礼拜已经涨很多的前波主流 它开始在进行震荡 那第二个就是怎么样 上个礼拜才刚转强的股票 今天维持强势 比方说我们看游戏股 像宇峻嘛 今天再创一个新高 创新高的同时呢 把他身上有转同支的红一颗 也一并带上去 对不对 也一并带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非常好的条件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个志冠 也有被影响到 对不对 反而一般来讲 正同度比较高的志冠是这样 它该产业当中的龙头 那你可以看到 在经过上个礼拜震荡以后 今天还收一个小红 所以整个来看 就是说游戏股在这边 它有走一个逻辑出来 走一个逻辑出来 那大家今天应该有看到 那个任天堂大跌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 我上礼拜讲的 有一些你根本拉不出关系 只是概念的 你拉一拉 它就会掉下来 因为任天堂 它自己都只是授权公司 对不对 因为现在开始有人在讲 因为任天堂 主要是因为任天堂 它也涨多了 然后拉回当然幅度会比较深一点 那涨多了以后 比方说你涨了七八成 拉回来一两成 很正常 可是大家就开始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跌的时候就开始讲说 我看那个宝可梦 这个其实一大部分的利润 不是属于任天堂的 对不对 那这当中还要发给 那个授权公司 还要甚至于就是说 你透过这个Apple下载 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App Store 然后反正就是讲一道 我也讲说 涨的时候大家就是人人造神了 那跌的时候呢 大家就开始嘴酸 这就是包括台湾 我想非常股票市场当中的一个盛行的现象 那你千万不要当后知后觉者 拉的时候 你要去沾酱油我无所谓 但是你自己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跑 比方说像我们的股票怎么就不会跌 对不对 你看像数字啊 今天就开始放量出来了 真的有在买盘进来 这种股票没有什么投机客在炒吧 两百多块 对不对 它绝对不是那种什么拉了就跑的股票 这就是因为有人已经开始交易他的账号 真正能够贡献营收的公司 或者说我们来看到大量 为什么人家股票拉回我们就不会拉回 GPS那几支股票拉回 为什么股票不会拉回 因为我们说AR还有一档啊 3167的大量啊 直接跳空来做涨停 对不对 上礼拜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到接下来 礼拜四都还有高点 礼拜五还有高点 到今天都还在创新高 对不对 你看黄小姐 26块买进去 29块 30块 那这就不是所谓抱着不动 这反而是抱着它越涨越多 对不对 那你看你当时在这地方如果把握到买它50张 100万的资金嘛 10万20万 你周周也达成了啊 到今天为止34块4毛是不是再创新高 这个如果不是我公开讲 这如果不是我公开讲我正华下台一鞠躬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说赚钱其实并不难 可是有些人觉得赚钱很难 对不对 而且很多人跟我讲说老师蔡老师做股票赚钱是很困难 可是每次听完我节目说老师做股票其实真的好简单的感觉 最主要差别在哪边 我们放的重点不同 我的重点在于要买到一档对的股票 那有的人重点就放在哪里我不知道 可能转折点 价量那不重要啊 对不对 实际上你只要能够挑到这种股票 你要找的人是能够带着你挑到这种股票 挑到还没有用 他真的有买到哦 要真的下去有买到哦 你看像我们讲 这个主机板上面的固态电容 它的客户有谁 技嘉跟微信 它的主要客户 这不是一个弧行底吗 这是如果事前提前预告各位 我如果不是提前讲 我就不是英雄好汉了 因为你要提前讲才有用 你不能隔天才讲 隔天呢 我们来看到这张股票 你看豫邦 直接跳空就涨停了 全国见证的啊 全国见证 全国见证 你知道我们这一次很多观众 打电话进来像王先生他们 打来说老师我吓死了 为什么呢 他那一天哦 看到我们的节目 他花很长的时间 去找这张股票到底在哪里 找出了三档股价现行很像 他再从产业去看 他找固态电容 这一家真的是没错 而且他查过网络 微信是他的客户 蔡老师应该是在说这一家 而且蔡老师说过 他跟他老婆讲 王先生跟老婆讲说 蔡老师说过微信这今年大放异财 对不对 你说一般的人说做小型股 有盈微信 我看也不多 你看每年每个月几乎都有一个台积电一次 大力光一次 微信一次 对不对 然后尤达西美一次 那个尤达 因为今年很多股票是从底部上来 底部上来要三成就简单 所以他断定了这档股票应该是他没错 他把另外两档删掉 因为只有这档股票在底部 他跟老婆讲说 老师真的是在讲这一档 确定是他 然后他就把那个股票带到抄起来 六四四九 隔天直接跳功涨停 他吓傻了 你知道吗 吓傻了 中午打电话给他老婆 他说蔡老师真的是我们的贵人 我这辈子没有遇过这么夸张的事情 这他亲口讲的 蔡老师真的是我们的贵人 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个缘分 他当时讲那个周周的时候 我还不相信他 我回想一下 假如我真的昨天跟他们里面的朋友一样 买在那一根红棒的起张点 我今天盒子二十万 他老婆跟他讲说 那我们就试那么一次 跟他拼了 因为我是提前预告 我不是打马后炮 我是提前预告 你真的验证的那种威力才会大 就像我讲的嘛 如果你到这种状况 还觉得没有感觉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 你赚钱的心不够 不是我不够准 是你赚钱的心不够 你看到我这种绩效 你正常如果真的想要赚二十万的话 你一定马上打来问我下一档是谁 对不对 你没有做这个动作那代表 心还不够了 然后那个 他太难 因为一开始他先生就跃跃于事 他老婆就比较 你知道吗 就比较扭捏 就是比较抗拒 就是说我们以前找过那么多老师 每个都看起来很厉害 结果跟了以后还不是跟什么一样 对不对 这一次亲眼目睹 没得作弊 他说我们今天下午看节目 如果真的是这一档 那下一档我们一定跟 真的就是这一档 你看今天还有创新高 早上一定有卖压嘛 对不对 早上一定多多少少会有卖压 还在创新高 好那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我们的股票就不会掉下来 别人家的股票就会掉下来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股票是真有其事啊 我们是玩真的 真有其事啊 像上个礼拜我们出有达 今天就跌了啊 对不对 大型股其实很 他的那个动作是很有规律的 你知道吗 他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像上个礼拜 这也不是什么 我们讲的是说 神秘的 我就坦白跟你们讲啊 这一根上一线就见高了啊 下面两个多方缺口是起步点嘛 那你第三个缺口留上 你先一定是要回来补啊 你昨天知道他回来补 你为什么不先出 一定出的啊 你看这次多漂亮 这一次有达 救了好多朋友 我想哪怕你 只买 不要说 不要说像我们林董 这一拖我刚才讲说 你月月200万表现给我看 一般的投资人 你要只买到100张就够了 11块拉到13块 也是一样周周20万 三天而已 兄弟们三天而已 就从这个地方三天上来 11到13 对不对 100张 100张 11到13就是20万啊 你那个礼拜就20啊 然后我们这一次最有 号召力的是在哪里呢 我们并不是说 像有的时候 有些观众他可能怕说 老师是不是作弊啊 你的量那么小 友达全台湾都看到了 没得骗嘛 而且我也不是第一天讲 我是公开预告啊 我想市场上只有两种情形 没有赚到只有两种情形 第一个就是说 自己心里有一个障碍 你就是先下一个否定论 微星不会涨 大力光我不买 友达面板量太大 因为你给自己下一个框框 那没办法 而我说 市场只有输跟赢 从来不问你是谁 在我认为只要能够赚得到 大钱的股票 我都当做是该州的主流股 那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到 巨像 那买在早上盘开盘的时候 尾盘几乎收到最高 差一点点快要涨停上去 那当然眼尖的朋友就说 夏老师你巨像讲不止一天啊 你们上个礼拜就已经布局了 怎么今天这里又可以买 对 你真的不愧是我们的好观众啦 中间经过三日亮缩整理 然后呢 投信的这个外资的持股是持续在创新高 所以我看法不变了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起当点 那巨像以前是在做那个PCB店幕啦 现在要把那个店幕转到那个 那个美奈板 美奈板是做那个防火家具 你们知道那个84444的绿盒 绿盒你知道 涨到150几块 当时是100块也不到涨到150几 做那个家具材料 具象它现在才多少 才30几块 跟绿盒你比看看 价格只有五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未来想象空间是存在 不但存在还非常大 什么时候搭上最好 所有的股票在底部搭上是最好 所以我们说今天啊 只要388你注意哦 中秋节起算 投入没有想想看哦 拉回的这一次过程当中 你在过去包括 美国不升息 包括中国没有进MSCI 包括在这个英国脱欧公投 这个顺利就是表达他们的意见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都觉得说 哇这市场是非常的动荡 那正因为你认为市场非常动荡 所以你才造成了这一次7月没有跟上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次拉回是不是好机会 对不对 因为年限是上扬的嘛 这个你跑不掉 大盘年限是上扬的 我来跟各位讲 大盘的年限设定给各位看 我们用一条240嘛 240是不是一年 年限是上扬的啊 有没有 它是微弯上来的啊 这个已经确认众多趋势了啊 趋势一旦成型哦 你看像这边哦 年限一旦弯上来开始上扬哦 这边长了两年半 长了两年半以后 年限才开始往下弯 那这就是去年杀的那一段 年限往下弯就跌一整年 直到现在再往上演 那再长一年 你越往上走越难做 最好做就是现在 所以我们才说中秋节起算嘛 七八九月算我的啊 让你先做友达 让你先做美绿 让你先做大量 让你先做这个 我们明天这一档股票嘛 对不对 一定是先这样做啊 没有做到玉邦的啊 没有做到美绿的啊 好好把握我们明天进场点 我们先听动广告 头痛 请用御分珠 吹记听啊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好 好 大华国际球部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赋 2362-8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窗室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凝聚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教育 欢迎回来 月拼两百针得以 多年枯木在逢村 真的啊 这一次就是很多人搭了写照 那我们说这个友达 当时大家看到我在公开操作 不敢自信 头裤业界竟然会有这么有担当 这么有胆识的老师 那事实证明就是说 我们做股票是不用靠作弊 跟你说的友达就是友达 不但带进还带出 公开全国预告 我为的就是要表现一个重点 我要让你们知道 其实我做得到 对不对 我绝对做得到 因为没有人可以撼动友达的走势 绝对没有人撼动友达的走势 你要能够赚得到友达的钱 一定是真的实力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 人人都做得到 两百万的资金可以拼到六十万 一百万的资金可以拼得到两百万 重点在于你要做对股票 拼对人 对不对 任何一波的行情 你只要走10%上来 一个月只要有那么一两档 我觉得就已经够了 真的就够了 那美律也是一样公开预告 对不对 也一样啊美律是这么大型的股票 没有人可以撼动得了它 公开预告 底部进场最简单 一档做完换一档 对不对 有进有出 一档做完换一档 那我们资金挪出来了以后 挪出来以后 你自然就会有其他运用 那这一波我们来看 像包括 维新啊 像包括美律 优达 真的都涨很多 那为什么一般的投资人赚不到呢 没有把握住进场点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直接跟你公开预告 我会公开预告哦 我不会给你看图 我有一档股票 这一次国内啊 真正能够切到最主流的产业的 其中一个包括电竞 有一档股票是电竞的神秘标股 很夸张哦 不但是人人做得到 而且呢 有量又是价格宜人 你什么股票都可以做不到 这档股票你务必把握 这档股票我很有信心 也很有把握 因为很有量 大家都进得去 而且股价在低档 你自己好好把握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 重点会是放在什么地方 这一次拉回嘛 会超做的股票的朋友 你一定知道拉回是买点 对不对 那买哪一种呢 基本上两个逻辑 第一种叫强势股拉回 你看这一次PCB的族群 我举金像电位力 上工的过程当中 完全是投信在狂拉 那之后在这个地方 投信只要稍微停下来 强势股拉回的第一棒 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支撑 对不对 第一个叫强势股拉回 第二个看太普高 同样的道理 这一波的强势股 根本无畏于大盘 创新的过程中 有拉回的 那你就要怎么样 一定欧弥陀佛嘛 因为股票不拉回 你很难上车 所以一旦拉回的时候 你就不要怕 那有的人就说 老师可是拉回我会怕 那我也没办法了 因为你长的时候你不追 拉回的时候你不买 我很想请问你到底要什么时候买 对不对 那另外一种逻辑就是它根本就在底部的 比方说我们看IET 对不对 在第一档打了一个三个月左右的底后 投信开始进来买 这种讯号要注意 这种讯号要注意 比方说我们看像这个联雅 联雅 你看 拉回的过程当中 伴随什么 六月营收在这边小降 对不对 六月营收衰退 应该说不如预期啦 它其实退一点点而已 MOM退一点点而已 那市场上就是很疯嘛 认为说它股价这么高 是不是要跌好几根 事实上也没有 跟同志一样啊 同志事实上也才跌两根而已啊 也还不是一样拉起来 那可是你可以看到外资跟封的一样 不停的买进 有没有 外资是不是跟封掉一样 不停的买进 这种股票就跟当时的那个乳虹 当时的乳虹 当时的大力光 意思一样 就一直在跌一直来 精华也是一样 精华光 那当时一样一直杀一直杀 杀到最后 投信他那个外资都一直买 买到最后拉上来 涨得比原先第一段还凶 所以联雅这一次如果再上去的话 他就有机会拿到什么 竞争股后的门票 竞争股后当然还有另外一档 好几档啦 不要说只要 我们看到另外一档金测 今天收一个下影线 有没有 那我说老师这股价在挤 在这边都没有什么动作 因为金测这档股票 跟药花药一样 他们在新贵市场当时 都已经涨过一大段 你知道现在很多刚挂牌的股票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当时在新贵都已经涨很大一段 像明天后天要挂那个义安也是 他新贵市场当中已经涨过一段 所以他刚挂牌上来 他反而需要整理 就像当时金测 在挂牌之前 新贵大涨一段 目前在整理 整理完以后 我认为还有高点 好那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现在要定下来的目标 这一波很明显 做到友达的朋友 做到美律的朋友 做到大量的朋友 做到玉邦的朋友 如果你都没有做到 那你一定羡慕他们 不要羡慕别人 我中秋节才帮你起算 七八九月算我的 先带你做友达 先带你做玉邦 先带你做玉邦 先带你做美律 而且呢 不但你只要三八八 明天这一堂鼓跳 我还率先带你第一堂 让你试试看看 到底没有效 真的有效 我们中秋节再来爽 本公司以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五分珠 大华国际头部 2362-8000 大华国际头部 2362-8000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接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096-111 早鸟申办更多优惠哦 北都TypeNet 超值优惠 双小号 新时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 加一年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多人多机 通过无线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 设定费保证金 带送Wi-Fi分享器 和数位机商盒 0809-096-111 用来商民从封锁 就什么能够